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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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常被拍照的時候 如果攝影師 在提前跟我淘天或公共的話 我會變得很像很信任他 然後會像朋友一樣 就會展現最自在的一面 但有時候也是如果是工作上 採訪上的時候 我會變得好像就是 右邊 中間 左邊 然後就會露出比較 招牌式的表情 我很喜歡遇到就是 會把自己的想法 告訴我的攝影 因為這樣我就會 他丟東西給我 我也可以丟東西給他 我們兩個感覺是互相拋接的 有一種創作一個 作品的感覺 我覺得就是 我算是蠻開放的 就是 我覺得人與人之間要先取得信任 就是要嘗試用各種方式去交流 如果我能得到那個攝影師 就是他想 他腦海中有想像的畫面 如果我能很朝那個接近的話 一起完成的話 一起完成的話 我會非常的開心 讓我那些風景 紀錄一下 有點像是我的角色 跟我角色看到的視角 所以可能比較是一種 紀錄我那個角色當下的感覺 就會拍一下 因為有一種說法就是說 拍照其實是一個擁抱 然後 有時候會想要擁抱那些 很漂亮的風景 跟很可愛的瞬間 跟很可愛的人 所以就用相機 很害羞地拍一下這樣 紀錄下來 我想要擁抱的那個美好的時刻 那喜歡拍照的人 有喜歡用影片子拍的嗎 然後一個人就會 因為一卷是大概十張 一個人就會拍至少一卷 一到兩卷這樣 然後拍了一千一百個人 對 我一開始是演舞台劇的 所以就是在幕幕後面要感覺光 那這對我來說 有點像是整個世界 就是一個小小的後台 我要準備好再走出去 然後這間店的那個 主要視覺形象 好像就是老師拍的 是草本愛的那個 服裝代言的那個店